我 連續幾部戲都有跟厚人大哥合作 然後他也陸陸續續的透露了一些他對這一部電影的一種看法 還有他想拍過關於Lunch的電影 告訴他我這樣 他聽完了以後 他一個反應就告訴我 厚人大哥 如果你拍這個戲的話 我一定會去看 有一天他就突然間問我 來 不然你做導演 他一點都不驚訝 其實那時候我覺得他是在開玩笑 不過沒想到他是認真的 然後發現了他既然是認真的 我就接下這個重點 導演一定要多個男主 一定要對我這個戲 他有興趣 我這個故事他一定要感動 好了嗎 1 2 3 開始